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 等人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4月1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有什么变化 刚刚啊,传来一个好消息 就是乌军应该已经收复了利曼 这个确实是一个大消息啊 实际上昨天乌军就基本上对利曼施行了合围 但是真正的拿下利曼 没想到这么快啊,顺雷不及掩耳之势啊 可以说是俄军是望风而逃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基辅时间 10月1日上午11点44分 北京时间是下午16点44分 报道啊,超过5000名俄罗斯军队 在顿列斯克地区的利曼被乌克兰军队包围 有关声明是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管理局局长 海戴在电报上发表的 据乌克兰通讯社记者报道 截至2022年10月1日 驻扎在莱曼的俄罗斯军队 向他们的指挥部提出上诉 要求撤军当遭到拒绝 超过5000名俄罗斯军队正在被包围 海戴写道 用他的话说 敌军会试图突围和投降 海戴强调几乎所有运入撤退或运送弹压的路线都被封锁了 这个海戴我还有印象 就是9月初乌军在哈尔科夫19母大防攻的时候 也是这个海戴放的消息 事后证明海戴说的基本靠根据东部部队代表切里瓦蒂的说法 乌克兰武装部队已经包围了立曼 并解放了杨波尔 辛谢洛夫卡 善德里戈夫等五个定居点 他指出 现在在那里正采取稳定措施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个是乌克兰军队 在立曼 在立曼的入口 已经升起了 展示乌克兰的国旗 这个地方离立曼的市中心 大概只有几公里 这个是乌军的精锐突击队 在立曼发起进攻之前 进行战前祈祷和动员 这些都是乌军的这个突击队 他们的任务是要切断这些公路 实际上这个立曼 他大概有两条公路 这个公路也是个低等级的公路 一条是通往什么克雷明纳 什么是0528 一条是通往乌克兰北部的 就是什么库皮扬斯克 或者是什么一直到俄罗斯境内的 比尔格莱德 这么一条路 是0526公路 这是两条主要干道 剩下的可能还有一条小路 这条小路不通车 骑自行车 摩托车 人可以过 机械化部队过不去 但是这条路呢 谁知道呢 就是顿涅茨克的民兵 或者卢干斯克的民兵 当地人他们知道 通过这些小路 可以穿过乌军的封锁线 到达现在的俄控区 那么目前呢 根据这个无人机拍摄的 这个俄军大批的部队 撤离利曼市 通过什么炸离好内村 这么一条公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桥还被炸塌了一半 从这儿过 俄军还开着他的坦克 转甲车 想逃跑 实际上这是最差的一个方案 为什么呢 大家接着往下看 大家看这个视频 这个就是通往克雷明纳的 这么0528这条公路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乌军拍的 这个视频不能完整的放出来 放出来 那就是黄标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战斗非常惨烈 俄军逃跑啊 实际上呢 最好的办法都是皮卡和面包车 你看 这个炸坏的全是皮卡和面包车 他们把坦克啊 转甲车扔掉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 跑得更远 那些转甲车 坦克啊 很有可能搬路上就会坏 所以逃跑着跑路的时候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 抢一些面包车 皮卡 实在不及摩托车 跑个100公里没问题 你看 这路上被炸掉的全部是皮卡 还有面包车 跑得快啊 拉的人多 坦克被他们都扔掉了 这个现场啊 非常惨 失衡遍野 不知道是谁的儿子 谁的父亲 谁的丈夫 总之啊 是普京的好才 大家再看这个视频 这是从利曼市西部 进入利曼市的 这么一条道路 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战斗多么惨酷啊 多么激烈 这个路况也很差呀 实际上啊 这个乌军包围利曼 并不是包围利曼 真正的是团团围住 插至南非 一般打仗不能这么打 这么打的话 如果是俄军啊 这些守军 他觉得自己逃跑没有希望了 那可能会如死网围 就是抵抗到底 就是拼了 俗话说啊 因为他没有退路啊 跑不了啊 然后只能被逼拼了 所以这个对乌军造成的伤亡比较大 对功臣一方啊 除非你是绝对的优势 然后呢 准备把这个城包围住之后 整个的把它轰平了 那就另单别论 显然乌军做不到这一点 这种做法太残忍了 所以说一旦把这个利曼是围住 然后进行巷战 那乌军的伤亡费非常大 所以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围住三面 另外一面啊 给他一条深路 实际上就是 从利曼到克雷明纳 这条路啊 是在乌军的炮火覆盖之下 但是呢 乌军的并没有完全把它切断 不是切不断 是要给俄军留那么一条后路 让俄军啊 心里还有幻想 无心恋战 逃命为上 赶紧跑吧 这样把利曼市的那些俄军啊 从阵地里面赶出来 否则他们要坚守阵地 那很麻烦的 从阵地里面赶出来 让他们被迫进入逃亡之路 溃逃 等到利曼的俄军全部溃逃 或者大部分溃逃 这个时候乌军可能在路上伏击 实际上就是把敌人呢 扰动 让把他对他有利的地形 让他让出来 进入他不熟悉的地形 他逃跑的路上 就要经过乌军设的这些埋伏圈呢 大家再看一段视频 这就是一队俄军 进入了这个乌军的埋伏圈 连敌人在哪儿 他都搞不清 估计这一队俄军啊 也是凶多吉少啊 这就像三国上面呢 赤壁之战上面 曹操败走花荣道 实际上也给他一条小路 你要不给他一条小路 那逼着他只能入死网谱 但实际上呢 俄军一旦走上花荣道 也是个死 本质上是俄军啊 在战场上失利了 已经失去主动权了 越望和托越对他不利 他在乌军啊 包围圈形成之前 就快速的撤离 这个还有机会 但是因为普京不同意啊 普京要求死守 谁撤离 回来就是十年大牢伺候 所以这些俄军啊 命运是非常惨的 据说啊 俄军还调了四五个战术营 在增援利曼的俄军 但是这四五个战术营在哪呢 都没有办法接近利曼师 在路上可能就被乌军啊 给持制了 或者给吸住了 动不了 动弹不了啊 因为进出利曼师的公路 就那么几条 都被乌军控制了 乌军想让你进就让你进 那俄军也派了什么空天军 空降师 帮助利曼的俄军突围 意义都不大 因为战场主动权已经散失 乌军啊 用大喇叭24个小时 循环播放 就是劝降啊 让这些俄军不要惊慌 最好的办法是把枪放下 出来投降 这样呢 等到战争结束 乌克兰会把他们送到欧洲 去欧洲打工 这个一旦稳定下来 把俄罗斯国内的家人 再接到欧洲去 这个乌军劝降的时候啊 给这些俄罗斯士兵啊 描绘了一幅蓝图啊 何必在这卖命呢 何必在这当耗材呢 普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的生命 不关心他们的死活 谁关心他们的死活啊 在俄罗斯国内的家人 提心吊胆的蜿蜒入穿 这些俄军明显的已经失利了 在座毫无意义的抵抗 纯粹就是送死 所以不如啊 投降 放下武器 不过咱们平心而论啊 从俄军角度来说啊 投降是唯一的选 因为逃跑 这样又是掉入乌军的一个陷阱 刚才视频里也看到了 这个0528这条公路上 就是通往克雷明纳的这么一条公路 实际上路上全是乌军在埋伏着 俄军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 乌军以最小的代价击溃俄军 不过这个泽伦斯基啊 这个乌军确实也过分了 好歹今天也是俄罗斯大喜的日子 人家刚病了四个州 正在庆祝 还在官场上喊乌拉呢 结果马上就打脸了 人家都说了打人不打脸 普京要面子 这个就摆明了不给普京面子 刚宣布这是俄罗斯领土 你就把人家利曼给占一下 当然从乌克兰来说 这个是人家是收复国土 当然从俄罗斯来说 你这就明白是抢啊 对俄罗斯来说 对普京来说 只有他抢别人的份 从来没有听说过别人抢他的 这个他理解不了 所以普京肯定是厌不下这口恶气 不知道要怎么报复 是不是又把核武器拿出来擦一擦 利曼拿下之后 这是利曼到底战果如何 活捉了多少俄军 击毙多少 然后又是缴获了多少武器装备 可能明后天就知道了 武器装备绝对少不了 因为有人统计过啊 这个乌克兰最大的武器装备的这个援助方啊 是俄军啊 乌克兰缴获俄军的坦克就是800多辆 关键是拿下利曼之后 这事没完呢 接下来就是北顿列斯克市 还有利西昌斯克 可能都要被乌军啊包围 关键是啊 现在有消息称 今天上午啊 当地时间八点呢 扎波罗热方向的乌军转入了无线电静默状态 乌军的空军部队啊 也开始在扎波罗热方向执行任务 种种迹象表明啊 乌军也可能在扎波罗热方向 要搞个大事情 搞一个大新闻呢 因为毕竟乌军在包围利曼 攻打利曼的时候 俄军还是动用了其他地方的部队 调集了一些精锐去支援 这支四个战术营的军队啊 是从这个前线啊 扎波罗热方向 本身呢 这地方俄军兵力就不足 还抽掉一部分人去支援利曼 这些人抽掉去支援利曼 在半路上又被乌军给挡住了 而且给吸引住了 这部分俄军啊 想撤也撤不了 想前去利曼也进不去 进退两难 这个时候乌军啊 有可能又抓住机会 扎波罗热又有地方是空虚啊 准备在扎波罗热 继续撕开俄军的这个 从这点上说啊 这个乌军啊 在美国北约的这个情报 搜集能量 这个信息支援之下 乌军对整个战场的态势 了解比俄军要强 俄军一切都要汇报到普京那儿 普京来决 其实普京对战场不太了解 对乌军的主力在哪儿 防线在哪儿 也搞不清楚 我很久以前啊 就打了个比方 俄军啊 就相当于是蒙上了双眼的一个重量级拳击手 好比是泰森吧 乌军呢 是一个轻量级拳击手 如果啊 泰森眼睛不蒙上的话 那么轻量级牵手肯定打不过他 一拳可能就打死了 但现在是泰森 他是蒙着眼睛 那对于这个轻量级牵手来说啊 打败泰森 就是时间的问题 第一个 你只要不被泰森那个王八拳打 毕竟他看不见呢 你只要不被他抡重就行了 第二个呢 趁他不注意打他一下 一下打不死他 两下打不死 时间长了 总会打死 他看不见嘛 所以你看 这次在乌冬战场上 这次在利曼 以及接下来可能扎波罗瑞这地方 充分说明了 俄军的眼睛是蒙着的 他啥也看不见 而乌军呢 就通过这些信息 通过他对俄军的了解 就在调动俄军呢 在调动过程中 俄军空单就露出来了 乌军就会见缝插针 以最小的代价 扩大战股 这个已经不是武器的代差了 不是武器之间的插局 这个是战场信息 情报的插局 可以说乌军对俄军啊 了如指掌 俄军的一举一动 都在乌军的监视之下 实际上从那个海马斯 到了乌克兰战场之后啊 乌军就已经掌握了 战场的主动权 你看从这一点上 就充分说明了乌军掌握了主动权啊 因为乌军在调动俄军 一会儿调到赫尔松去 一会儿调到哈尔科夫 一会儿现在调到利曼 来回调动 俄军完全就被乌军牵着鼻子走 俄军的重点 现在是在顿列刺客的 叫巴赫摩特村吧 大概是那个地 俄军的精锐啊 包括瓦格纳集团的精锐 包括这个 还有一些散兵 重点是在进攻这个巴赫摩特村 但是呢 巴赫摩特村他也打不动 面对利曼的尸首 不知道这些亲俄人士啊 黄俄啊 也要找什么借口 一切都在普京的预料之中 一切都在普京的掌控之中 这个利曼不重要 主动放弃的 再说了 怎么打还不在乌克兰领土上吗 又没打到俄罗斯 又没打到莫斯科 什么叫胜利啊 我们再看看啊 战场之外 实际上战场之外 比战场更精彩 也更重要 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侵略 能不能取得成功 战场之外 更重要啊 实际上就是国际援助 国际声援 得到多助 失道寡 这个中国的老古话 没有错 谁得到的帮助多啊 乌克兰啊 谁没人帮助啊 俄罗斯啊 没有一个国家帮他 连伊朗 现在都不敢 这个名目战胆的 去帮俄罗斯了 他卖个俄罗斯的无人机 他现在都不承认 俄罗斯的这个 进口的插打一体无人机 差不多了 快打完了 现在等着伊朗 送来第二批 伊朗现在在犹豫啊 再送可能要挨揍了 所以俄罗斯的没人帮他啊 咱们看看战场之外啊 基辛格在某种程度上 俄罗斯已经输掉了战争 美联社9月30号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啊 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输掉了乌克兰的战争 他说啊 俄罗斯的入侵 表明其 以常规攻击威胁欧洲的能力 现在已经明显被克服 怎么说呢啊 基辛格确实是年纪大了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啊 基辛格说的话 至少有四五次表态吧 你把他今天说的话 和他第一次说的话 那完全是两个概念 第一次说的就是 让乌克兰赶紧投降 别打了 是这意思啊 我原话咱们不记得 所以把泽伦斯基气得够呛啊 泽伦斯基开始骂开了 直接骂这个基辛格 随着乌克兰在战场上 节节胜利 这个局势啊 慢慢对乌克兰有利 天平倒向乌克兰 这个基辛格啊 他的态度 他的观念也发生变化了 现在说啊 俄罗斯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了 实际上啊这些政客啊 所谓的专家 没有必要对他进行迷信了 俄罗斯要输 这个东西还要说吗 需要什么各种论证吗 需要你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专业知识啊 什么军事知识 根本不需要啊 你只要符合一个正常人的逻辑 正常人的思维 你就能判断出啊 俄罗斯必输 那些认为俄罗斯必赢的 那都是非正常人类啊 基辛格态度都转变了 但是还有一些 清俄人士啊 就像那个 粪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普京的脸都被打肿了啊 这个又臭又硬的这些石头啊 还认为俄军取得了胜利 乌军啊不堪一击 乌军大概收复了 九千平方公里 那在这些又臭又硬的石头面前啊 嘴里面啊 他就认为这个都是让的 不重要啊 俄爹啊 被这些人气要气死 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 英国将对七百余种 对俄罗斯工业和技术能力 至关重要的商品 实施新的制裁 七百多种啊 我觉得啊 这些欧盟还有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现在是一点点的在加码 不如啊 直接把俄罗斯的所有的断掉就完了 跟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贸易 一片木板都不能飘向俄罗斯 别说商品 谁跟俄罗斯做贸易就制裁谁 实际上美国跟英国啊 这些国家就应该这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无论是伊朗援助给俄罗斯的无人机 还是俄罗斯自己造的那些导弹 什么先进的什么战斗机 他们那些零部件很多都是从法国啊 德国啊 欧洲这些国家进口 但是未必是官方渠道 但是这东西是你们生产的 既然是你们生产的 你们一定是有办法能够杜绝 这些东西流入俄罗斯的 官方渠道 直接禁止就行了 但是呢 那些黑市或者第三方渠道 你怎么样控制 这就是个学问了 我想啊 想控制一定能控制 你只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控制死了 俄罗斯基本上很快就会崩溃啊 所以美国啊 英国啊 欧盟这些国家也别再一项一项的加了 好好想一想 把你们的那些电子元气线 什么芯片 那些高科技产品 俄罗斯极缺的 无论是官方渠道 还是第三方渠道 还是黑市 全部给它管起了 一颗电路板 都不要送到俄罗斯 你看俄罗斯怎么打 你让它自己开发 自己研发 自力更生 搞芯片 可以跟东方某大国学吗 也搞芯片吗 搞个几万亿的基金 研发吗 这是在波兰 集结的装备 集结完之后 运往乌克兰 这些国外的援助啊 军事援助 这些装备 源源不断的运往乌克兰 所以说乌克兰这个武器装备越打越多啊 打着打着 乌克兰一直现代化的军队就形成了 乌克兰的新兵啊 都不是说一招来就派上战场 现在乌克兰的新兵啊 征召完之后 都要送到波兰 送到英国送到西班牙去培训 你说这起人吗 俄罗斯的士兵呢 招来直接上战场 根本没时间培训 俄罗斯的新兵呢 只有一年的义务兵 基本上也打不了战 枪都没打过几回 打什么战呢 所以说这个战再打下去 乌克兰的军队是越来越强 士兵越来越多 装备也越来越多 最后我们看一下啊 突发状况 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表示 俄罗斯军队周五下午四点左右 逮捕了扎布罗日核电站 总负责人穆拉绍夫 此举可能是为了明确 确保俄罗斯对目前 新吞并乌克兰领土的控制 那乌方有什么反应呢 乌克兰外交部 当天发表声明 要求俄罗斯释放 扎布罗日核电站总经理 穆拉绍夫 并呼吁国际社会 为此采取措施 确保扎布罗日核电站 在非军事化 从这点可以看出啊 俄罗斯普京啊 还在打这个扎布罗日核电站的主意啊 换这个乌方的总经理 把他抓起来 实际上就要他要完全掌控这个 掌控这个核电站干什么 十一八九要制造核泄漏啊 他不敢动用核武器啊 动用核武器 普京立马就完蛋 所以他制造核泄漏 他制造核事故 或者变相制造 总之搞个无头案嘛 自己哪天晚上发射导弹 把那个机组炸一下 然后说这是乌克兰干的 总之所以扯不清楚 就像那个北溪一号 北溪二号管道被炸一样 总之啊 这事情没个八年十年的 你查不清楚 所以啊 俄罗斯普京极有可能 打扎波罗日核电站的主 不敢动用核武器 那么呢 他就敢动用这个民用的核设施 在这上面做手脚 来恐吓俄州啊 来核俄战 所以啊 咱们把话就放在这 如果扎波罗日核电站出现问题 就是俄军干的 只要扎波罗日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事故 那美国英国 全世界就应该把猫头对中俄罗斯 对俄罗斯实施核打击 这个是人类的功底 你只要纵容普京 纵容俄罗斯一回 那么就第二回第三回第四回 无穷无尽的 就像克里米亚一样嘛 八年前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 他收手了吗 没有啊 后面你看 占领卢干斯克 顿列斯 发现站这两个一忧未尽呢 所以把赫尔松 扎波罗日 还得站一下 站完了之后 他回去再休息休息 如果啊 乌克兰跟他达成停火协议 过几年 俄罗斯又来了 要奥德萨 哈尔科夫 直到把乌克兰全部吞并为止 这就是普京啊 这就是俄罗斯人的 所以啊 对普京对俄罗斯来说啊 核讹诈 只要一次成功 那后面会无穷无尽的讹诈 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了 所以对待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这个上面 就应该采取一下 以战指战 以核武器来制止他用 只有这么一条路 狭路相逢 勇者胜 好 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